日军 在中国的游击部队 都是他们的主列军团 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 所以 我们要对得起 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分生老兄啊 我说你说的这个话 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 没错 我的队伍就是油吃 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 但是你得慧吃 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调令 县派李副司令 率部前一制宁波一带 牵制协防日军的 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我说 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 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如果你不想去 那你可以再次牵制到四明山 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 再次进行围剿 我就想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 不去打日本人啊 我们好几次 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 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 我们才被迫撤退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 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 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自立 我服从指挥安排 前一一宁波 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好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 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 不要互相交流 要保密 好 这个具体作战时间 由冯副司令决定 这个嘛 我要再看看 日军的下一步行动 再做决定 我是觉得呀 冯冬野这几次能够准确地 对我们进行骚扰 他们跟日军的情报 一定是非常通常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那看来日本人的内奸 一定在冯冬野的内部 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麻烦的 大家伙一定要加倍小心 对了 范生 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 很准确啊 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我也纳闷了 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 都恰巧碰到 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 巧合吗 范生啊 你的部队里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 我的队伍纯洁的 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 这个我很有自信 要有问题 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 要想找间隙 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 我说 你盯着我干嘛 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 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呢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 此次行动 必须做好保密工作 小汉深知行事险恶 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 部队将陷入父辈受敌的境地 必须化解为局 排除后辜之忧 蔡某长说 以后作战的文件都有你过目 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这些笨蛋 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在你眼里 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我没想到在谁 我这儿已经拼命地掏光养晦了 谁知道他们呀 任由着自己 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 那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吗 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我这人不虚伪 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报告 副司令 三五支队萧志队长送来一份青帖 什么青帖啊 叫我去做客啊 搞什么鬼啊 有什么客可做的 有什么客可做的 要死一起死 要死一起死 你真这么想啊 也行啊 你要是去了 说不定 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 就是吗 好啊 这个萧涵邀请你过去 正是时候 你可以借死机会 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 但是 你一定要记住 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 不过 再多的假象我相信 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我也是这么想的 知己知彼 我很想过去看看 好 走 请问贵君到此地有何贵干 我们终于救国军的冯副司令 应你们支队长萧涵的邀请 前来拜访 很有中世纪的风采嘛 长官 请 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 这就是个大坑 东野 老爷 你可是想死我了 我看到你这贱嘻嘻的样子 听到你贱嘻嘻的声音 就知道你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 表示怀疑啊 我怀疑的是你 我既是学校 学校即是我 这是老师常讲的 你都忘了 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 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 你们想干什么呀 抗日啊 据我所知 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 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好人哪 对啊 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 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 东野 你得讲道理啊 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 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 别跟我耍嘴痞子 别偷换概念 我可没偷换概念 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为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 太具有危险的潜质 这这这这 这天地良心哪 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 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 你这种卫审先判 哪来的十足的底气啊 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 不像你们贵君 那是敢真动手啊 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 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才生 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走了 别别别别 回见 我们的泡到了 走吧 看看我的硬货 走 来吧 来 冬爷 你看看我这些硬货 这可是 当年七济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 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 红极日军 像这种大炮 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哪 哪有十几门 乱说什么话 确实有时来门炮 不过都是些破烂货 多数都已经坏了 就上这两门还能用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你一直都想演话剧 但是一上台 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那个时候啊 我那个时候啊 人太过于腼腆 他就是放不开 害羞 放不开 你是放得太开了 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 就你这演技叫撒狗血 知道吗 别演了 知我者冬野啊 报告支队长通知 珠枪联集合完毕 请您解约 有什么枪 去去去去 你没看见我正在跟有军长官 友好的聊天吗 没规矩 下去 好 不好意思啊 这打油漆打惯了 没什么规矩 看出来了 不容易啊 什么意思啊 冬野 用饭在这边 跟我来跟我来 来来来 冬野 坐坐坐坐 到我这儿别客气啊 不吃饭也行 气都被你气饱了 我这儿啊 都是些家常便饭 山野土菜 没有什么好吃的 等把日本人赶走了 我到时候 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 怎么样 好啊 来了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们的政委 王茂林统臣 煎厨子 这个我们山里啊 只有野鸡 没有家养的鸡 条件有限 这位就是冯 冯副司令 久养久养 您好 冯冬野 王茂林 快快快 坐 坐坐坐坐 对了 你那几个手下 要不要一起 他们上不了这周 我让他们在外面 干你们的兄弟们 随便吃点了 那多不好啊 那我去叫他们 官就是官 冰就是冰 来 坐 怎么样 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 来来来 冬野 热烈欢迎 你能到我们这儿来 来 我们一起 一起喝一杯 来 欢迎欢迎欢迎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 这是吴淳 作为林浩特工的使命 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 这次难得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支队长去换点冯冬野了 这几个人 不怀好意 支队长可交代了 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 都藏好了 千万别露出来 听听没 是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 盯紧点 看那个东张西网呢 来了 盯着点 我去看看 这位女士 您好 是有什么事吗 这儿风景特别美 我想随便看看 看风景 我带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没事 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 再说了 这里的路 它特别地复杂 你要走丢了 还不好找回来呢 走吧 好 其实我们这儿 风景特别地美 你看到没有 前面这个山 在我们这儿特别地涌盈 你感觉一下这个山 像什么呀 你看这个山 感觉像什么 山 我 我看不出来 你这个想象力啊 其实还不够 这个山啊 这 不好意思 你们这儿有茅厕吗 我 我想 茅厕呀 算了 你去也不方便 我自己去找吧 方便 走 我带你去 那 那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 无尘 是 走了 这 王副司令 你为什么想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这萧涵一心一意地想展示 小点声 这萧涵一心一意地想展现自己多少实力 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 恰恰恰ab 多着呢 他那时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 看 我们的武器多弱呀 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 可能吗 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 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我跟你们讲 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 就上他的当了 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不 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宫呢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 笑什么 说说你的感受吧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 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 没什么兵力 你还懂这个呢 不就数一数嘛 最多二百人 什么 就二百人 再加上那破武器 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夏季 他是在哭穷呢 装穷呢 这恰恰表现出 我们对他不能小觑 不能上他的当 不是空城剑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 这城门后面 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盲 这空气真好啊 赶快撤 走 走 各位啊 这冯冬爷 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 所以 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 正好借这个时机 我们也可以 好好打击一下 从正面进宫的日军 可是一想到 你在那抵御外敌侵略 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 就越想越生气 这个我也同意 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 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 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再多的人辱负重 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没错啊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是啊 老梁 现在是改你发挥的时候了 是 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 好 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 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 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 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 但是 目前他们仍在等待 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 趁火打击 对我们发起袭击 都看见了吧 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啊 秀才就是秀才 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我们政委啊 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也不是 就他们这点小伎俩 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行啊 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你想怎么样 老梁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 然后 把这一滩死水 搅活了 好 既然咱们已经 制定好了作战计划 那各个队伍 就去准备吧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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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好 谢谢 帅国 请问 秦阶的司令官 欧铁少将自特战 已在三北地域行为了 请问洋华监 是 雷副司令 有人找您 谁呀 这大老远的来扫我雅兴 我 我 我 这怎么了 兄弟 老幽 你还敢到我这儿来呀 你还要把我交出去立功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彪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你 单独聊聊 别杵着了 咱坐着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这日本人哪 想交你这个朋友 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怎么 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网网易 藏是藏不住的 我就说嘛 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这日本人啊 就是想英雄惜英雄 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老幽 你放心 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 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 我彪子绝不会约 明天那日本人从你的方区过 你把方区给人让开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多吧 我要是这么做的话 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你这 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 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还埋怨你呀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这展观部也的确早就下了 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你看就是嘛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任日本人说了 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 人家也会网开一面 多好玩啊 行 就这么定了 得嘞 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 哥哥我得回了 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 送你回去吧 行了 这情我领了 现在这个年头啊 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 所以多个朋友多挑活路吧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我来到江湖道义的 警察 就在这上班上 你再来到江湖道义的 我去那边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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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选了 你这些人 我都不在乱 你这些人 我都不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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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了 怎么样了 马上让江水迎合赴大火 脱离战斗 最好从风东野 离满标布的风隙中 分头撤出来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是 你这是要把日军 引到风东野那儿上 本来咱们就是友军队吧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 表现出友军的样子 我这也是为了激起 他们的爱国热情 我有这个意义 司令 沐昕三五支队 正在和大型河狼 所率领的日军 发生战斗 这个小韩呢 太狂了 太狂了 就他那点势力 是 比以前进步了 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 展开正面的阻击 也是没谁了 告诉前哨 仔细观察 随时向我们报告 他们的战况 另外 我不必须要做好 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是 感谢 好 看到眼前的残酷景象 左藤有些恍惚 中国人英勇无畏 誓死如归 并非宣传的那样 不堪一计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 脱离了杰出 占了便宜就跑 不敢练战 日军带他们紧紧追赶 已经快到我们房线了 我就知道 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 就不是他了 去告诉参谋长 我需要火力支援 离满标普 给日军让开防线 实属可恶可恨 是 你别说啊 这支队长和秀才啊 还真是灵活机智 随即应变 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 看来啊 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隐蔽 天狐撤离 有冲啊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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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们快走 老三 你坚持一下 我一定可以带你安全撤离 别管我 快走 老三 我命令你 必须跟我们一起撤 等一下 敌人太多了 你们快撤 来不及了 老三 你忘了我们败靶子的时候 说过什么吗 我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走 来 宋在冲华强 我走踏实了 让我走安心点 老三 猛灾 猛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满彪在剿匪勘乱战斗中击毙冠匪老三 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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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加奖令 陈汉生司令 组织有方作战得力 特荣获三等云辉勋章 司令 三等云辉勋章 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冠 李正 敬礼 支队长 李满标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 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 看来啊 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 老郑比较担心你们 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非常感谢 老马 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 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好 支队长 那我先走了 政委啊 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公两军的这种摩擦 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 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 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 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 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 他们成为累赘 还有这个李满标 一直在背后搞事情 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这李满标啊 在这次战役当中犯了严重的投敌行为 他打开防御区 把日军放了进来 所以打击李满标部呢 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我要给老三报仇血恨 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不过这一次啊 我们要活捉李满标 不能感情用事 秀才 你要活得当猪养吗 这是政策问题 我就是觉得咱们哪儿都好 就是政策太多 约束太多 忍让太多 江副支队长 我又没说不服从 我服从就是了 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 这肯定的 那也不行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俩闹得真是哪一处啊 一个看起来很认真 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 行行行行 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共产党呢 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就是要揍他 我就是要揍他 你再好好想想 反正不许揍他 我就是要揍他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寻章 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衡 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 为什么呀 你干好了 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功高盖主是大计 报告 副司令 刚刚得到的消息 李满彪不主动进攻三五支队根据地 受到了严重的攻击 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 我支援个屁 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 那是干什么去啊 这不明摆着呢吗 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 你没那金刚钻 你别懒得慈悸活啊 你一个诸武能的脑袋 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 你不吃亏才怪呢 副司令 那我们 什么我们呢 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 你就说 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明白 你回来 你又明白什么了 这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 必须要有区别 你越来越进步了 去吧 是 讨厌 副司令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满彪倒霉 他不该倒霉吗 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应该跟着李满彪 一起消灭三五支队 我现在讨厌李满彪 沈予消寒 君世上的事 你少管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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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救我呀 幸福的这村子阳风阴雷 四个小时一天就说正装待发 我到现在都见不到他的眼 他就是不放自首我而已的 他想害死我 大哥 大哥 我之后跟了你这么多年 一直按前马后的 我之后要是死了 你也少了一个战争的兄弟呀 大哥 你得救救我呀 司令 咱们怎么办啊 司令 你别放我混蛋 司令 王子墨 你看 这里 还有这儿 明白 兄弟们 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老哥给你们摆庆功酒啊 好 司令 您别担心了 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 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两个小时 按说早就到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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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луш 云青云 对护子 的 不去硝烟 黎明在前 祭祝心中花朵 满明火焰 千万万归 黎明在前 河山敬虎所举大名来欢 如你身上 披霸大海 都好同怀地对你所爱 黎明在前 盛似你先天 黎明在前 向朝日赶快 千万归路 黎明在前 河山敬虎所举大名来欢 如你身上 披霸大海 黎明在前 河山敬虎所举大 黎明在前 河山敬虎所举大 黎明在前 向朝日赶快 大名 迷奏 黎明在前 仲